记者韩冰报道中国职业联赛最受欢迎的外援群体是巴西人,而同为南美足球强国的阿根廷,不仅人数远远落后,连质量和表现都远迅于邻国,实际上,阿根廷外援在中超的确普遍水土不服,能够熬过一个赛季都是屈指可数,更遑论取得成功,孔卡和蒙币略已经算是阿根廷外援为数不多的优秀案例,在身族脱胎换骨的巴尔克斯拿到中超金轩,则更像是个意外。 拉维奇本赛季爆发,但考虑到上赛季的伤病以及2000万美元的税后年期和1000万美元的肖像权收入,还是过于昂贵。 中超时代最早的阿根廷外援,是2004年从智力球队科布雷罗阿租界加盟天津泰达的和赛路易斯,2006年从水源三星加盟的高大中卫穆萨,则是中超第一位资历显赫的阿根廷大牌。 当时穆萨是顶着K联赛联系两年冠军成员,以及最佳后卫头衔加盟国安的,年薪则只有25万美元,折合21万欧元。 10年后,中超的阿根廷外援年薪已激增了整整100倍,从2004年天津泰达的和赛路易斯,到2017年以天价年薪加盟上海生花的特维斯。 中超14个赛季合计出现过27位阿根廷外援,他们大多数在中超都是赞赞的一年游,其中还有7人甚至只带了不到半年就逃离。 能在中超贷买一年以上的阿根廷人屈指可数,天津泰达的卢西亚诺2010年加盟,和山东鲁能的皮斯库里奇2012年加盟都是一年半。 北京国安的巴塔亚、辽宁的布兰丹和重庆的吉利奥地踢了两年,巴尔克斯换了三支球队合计两年,拉维奇踢完今年也是两年,蒙蒂略三年,孔卡最长,在恒大和上早合计待了五年半,当然也是最成功。 若乐性价比,中超的阿根廷外援最务美价廉还是2009年的巴尔克斯,25万欧元租借费,40万欧元年薪,在上海山花的半年表现低迷,被租给深圳却突然爆发,不仅帮助深圳成功保级,还有下半年的疯狂进球为基础,拿到了中超金星。 这也是孔卡之外,阿根廷人在中超唯一值得一提的荣誉。然而,除了孔卡,蒙蒂略和巴尔克斯,此前阿根廷外援在中超的履历基本都已失败告终。 重庆历翻的吉利奥地,曾在2015和2016年在中超效力两年,连租借贷整会,重庆合计花了450万美元,折合410万欧元,排名中超阿根廷外援身价榜第五位,吉利奥地为重庆出场56次,摄入24求助攻期次,也算是中规中矩。 至少比2015年重返中超的巴尔克斯好得多,天津泰达花了300万美元转会费,以及200万美元年薪高价请回了昔日的中超金靴。 虽然数据还是很漂亮,29场14个进球10次助攻,但被授予队长袖标的阿根廷人并没有得到认可。 赛季伟段的7场进球荒断送了他的中超前途。 上海生花是中超俱乐部最有蓝白情节的俱乐部,从2008年的马切悉尼到今年的特维斯,十年里先后签下9名阿根廷外援,占整个中超的三分之一。 遗憾的是,特维斯之前能算得上成功的只有2013年的老将司机二位,而他也不过带了一个赛季,特维斯也不是生花签下的第一个蓝白色的冤大头。 2014年下加盟的比亚特里,花了220万欧元转会费,年薪150万,但卫生花踢了12场中超,交出的成绩单是4球3助攻,只能对辽宁、河南、长春这样的鱼满刷数据,赛季结束就被退货。 当然,比起如今转会费和年薪合计超过8倍投入的特维斯,比亚特里还算是性价比高的了。